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162集 看在端王世子的份上 纪云开没有当众给陶安郡主难堪 而是好脾气地道 陶安郡主 你可还记得我的身份 她这人一向恩怨分明 看在端王世子帮过她的份上 她忍陶安郡主一回 燕 燕北王妃有什么问题吗 陶安郡主脸色微变 隐约察觉到哪里不对 不由自主地看向端王妃 见端王妃轻轻点头表示赞赏 陶安郡主一扫刚刚的迟疑 镇定自若地站在纪云开面前 两人之间的小动作很细微 可纪云开还是看到了 难怪端王世子担心她这个妹妹 有端王妃在 再好的苗子也会歪 那郡主 你会让端王妃为皇贵妃献议吗 身份就是身份 和年龄无关 别说她现今十八 她就是八岁 只要她是燕北王妃 就不能自讲身份 为皇贵妃献议 她丢得起这个脸 萧九安也丢不起 当然不会 我母妃怎么能给皇贵妃献议 陶安郡主想也不想就知道 纪云开赞许地点头 郡主知道就好 见陶安郡主还有不解 纪云开好人做到底 郡主 记住 我是燕北王妃 可你也是皇贵妃的姐姐 身为姐姐你怎么可以拒绝 陶安郡主当然知道纪云开是燕北王妃 可她就是想要为难纪云开不行吗 母妃和长公主说了 要是能逼得纪云开当场献议 就能让纪云开丢尽脸面 失去燕北王的喜欢 纪云开淡淡一笑 端王妃是皇贵妃的婶婶 长公主现在也是皇贵妃的姐姐 要她献议 可以 端王妃和长公主先献吧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愿意嘛 你算什么姐姐 指不定你就是一个草包 什么都不会 所以一再拒绝就怕自己丢脸 陶安郡主发现自己说不过纪云开 便直接骂人 纪云开眉头微皱 却没有说什么 她不跟小女孩计较 她不想做的事旁人怎么计也没用 纪云开的末世让陶安郡主更不满了 指着纪云开 你 你 黄贵妃娘娘 你看看燕北王妃 郡主不必再说 燕北王妃看不起我这个黄贵妃 不乐意为我献议 我们谁也逼不了 纪兰冷着一张脸 可见是生气了 纪云开仍旧不搭理 纪兰说她看不起她 那就看不起吧 在纪家她不怕纪兰 现在纪兰在宫里 她在宫外 更不把纪兰看在眼里 陶安郡主见无人为她附和 只得跺跺脚 往回走 纪兰的脸都黑了 她没想到自己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纪云开居然敢不开口 自从嫁给萧九安后 纪云开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纪兰痴憋 脸色难看 长公主也是阴沉着一张脸 店内其他的夫人更不敢谈话 一瞬间 燕慧厅安静了下来 落针可闻 这时端王妃突然站了起来 走到她面前 一脸委屈 燕北王妃 你刚刚说 是不是我为皇贵妃建议 你就燕为皇贵妃建议 委屈 委屈什么呀 她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做 端王妃委屈什么 端王妃是要给皇贵妃建议吗 纪云开没有起身 只是身子微微往后靠 似笑非笑 端王妃和长公主唆使陶安郡主出面 一再逼她现意 到底有何目的 皇贵妃近日大喜 我身为皇贵妃的婶婶 为她弹奏一曲 有何不可 端王妃说得大气 没有一丝的不满 端王妃你高兴就好 为了逼她现意 端王妃居然亲自出手 可见对方所图不小 纪云开相信 他们要的绝不仅仅是让她丢脸 端王妃可不是陶安郡主 纪云开什么也没应 端王妃只当她应了 扬声道 举一把琴来 说完 转身朝台上走去 完全不给纪云开多说的机会 当然 纪云开也不会说 她要说什么也会等端王妃弹完琴再说 还别说 端王妃的琴迹真的很高 就算纪云开不懂乐理 也能听出她是今晚弹琴的人中最厉害的一个 就是宫里的乐师也比不上 一曲弊 长公主又一次率先拍手 好几年没有听到端王妃的琴啊 又精进了 只是弹着玩罢了 跟不上大野之堂 端王妃起身 盈盈婀娜走了过来 在中间站定 微微扶身 希望娘娘能喜欢 端王妃琴气高超 琴音中真情流露 引人共鸣 本宫很喜欢 多谢端王妃 纪兰笑得灿烂 看端王妃的眼神中透着清剑 刚刚纪云开让她没脸 要不是端王妃站出来解围 这事还不知要将到什么时候 娘娘喜欢就好 端王妃温温柔柔道 转而看向纪云开 现在我谈完了 是不是该轮到你了 燕北王妃 我有答应吗 端王妃 纪云开靠在椅背上 坐姿并不端正 手中的酒杯轻轻晃着 慵懒中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风情 一举一动皆可入化 说的就是此刻的她了 端王妃只觉得这画面让人生艳 面上却没有表露半分厌恶 大眼瞬间蓄满泪 一脸委屈 燕北王妃 你 你在耍我吗 这个女人 真的是像极了端王死去的正妻 明明都是没人要的丑女 可却高傲至极 从来不把她放在眼里 我便是耍你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告我吗 想必大理寺不会理会 毕竟是你自己送上门给我耍的 季云开举了举酒杯 随即一饮而尽 喝了两次酒后 她这身体也能喝一点了 你 燕北王妃你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端王妃险些气得脸都扭曲了 极力克制着心中的怒火 季云开这个女人 简直是让人讨厌 难怪脸会被毁 我便是过分 端王妃又能耐我何 打我吗 你没那个胆子 也没有那个能耐 季云开放下酒杯 身后的抱琴立刻上前 半跪在桌前将酒杯倒满 主仆二人 从头到尾都没有把盛怒的端王妃 放在眼里 正应了季云开那句话 这是端王妃自己送上门 给人羞辱的